甄子丹自五年前凭夜问扭转事业运 片酬如做直升机不断跳升 又传他接系叫价最少三千万 兼任兼制再多收两千万 去年狂吸欲1.15亿人民币打入福布斯名人榜 今年初又到林剑岳大码头成立电影公司前途无限 趁今年与太太王诗诗结婚十周年 甄子丹不惜以1.35亿购买豪宅与爱妻 近日两公婆亦有时间便四处选购豪华家具打造新居 有媒体拍到进店后 夫妻两人极有默契的坟头寻宝 王诗诗二话不说飞奔到餐台去 子丹则对价值26万的四座位沙发爱不失手 一轮又摸又试做后立即购买 更要求加2万元将椅背加高 最后连11万元的单座位沙发也一并够下 同样加2万元将椅背加高 逗留10分钟买单41万 由老婆王诗诗全权负责买单 单也只有坐一边等的份 买完沙发一行六人又再把握时间 转到邻近另一家家居店 这次轮到诗诗看重长1.5米的餐台 诗诗要求将餐台加长至3米 配上12张每张所价近5000元的白色餐椅 更为每张椅加3000元增设左右两边扶手 买单近12万 不到半个小时 真子丹夫妇俩豪华53万 最强家庭消费力果然强劲 4米quar洲 5米 Про